台北市员林颖梦 黄玉芬 共同哭着宣布退出实力 还加码踢爆纪律委员会 一度提议要求委员签本票 原本纪律委员会还被讨论说 要要求所有的纪律委员 都要签署保密协议 而且还要签本票 就是调查需要名签助稀 请取他的说明有这么困难吗 有一位纪律委员提出说 那是不是要用保密协定 然后本票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泄密的问题 不过他提出之后 没有任何一位纪律委员有附和 就是说也没有任何的执行 据了解时代力量纪律委员会中 包含台北市员林颖梦 桃园市员简志祥 还有外部聘请的律师 但第一次开会内容外泄 第二次律师提议 要签保密协定外加本票加强力道 不过当时其他四人都没复议 因此作罢 筹显志除名灭火解释 说会强力挽留两位议员 但收费案持续连环报 现在还传出关键角色李恒龙 欣赏黄国昌大炮风格 一度想找他替搜狗案发声 这个 这个 为什么没有这种 筹显志强调不知情 这阵子也跟黄国昌没联系 现在只希望能尽速改组决策委员 不让这把收费火持续延烧 当中央 筛显志强调不知情